三把公司对第三把开始如果你如果你赢了吗 你不是会立刻得到一块钱吗对吧 嗯再加上五块钱的本金 这样的话你是有六块钱对吧三把公司 对第三把开始 如果你如果下一回开始你就有六块钱 然后如果你三把以上赢的话 他会再多给你一块钱 就是你下回合开始的时候会拿到七块钱 七块钱对 然后如果你连续赢 五把以上 再把回合开始就会变成两块钱 是原来由一块钱变成两块钱 变成下一回合开始你能拿到八块钱 但你这么说吧 那赢和输到底是怎么算 赢就是你把棋盘上面的所有棋子 全部打死 并且你要有一个角色回下来 是随机的吗还是怎么样 你说对手吗 就是我们打起来的时候 你看这个字有棋 像你结的棋的话有强有弱 可能是什么炮吃马 什么这个那个那个 炉石打是靠卡牌力量 那这个是靠什么来分射负吗 靠棋子 棋子是这样的 它是三个棋子 可以合成一个 三个一星棋子 可以合成一个两星棋子 三个两星棋子 可以合成一个三星棋子 就是你会有损耗 但是的确会升级 对 比如本来你可以上三个怪 然后你把它合成了 你只能上两个怪了 但是那两个怪 有一个怪是强力怪 这个强力怪 没有强力到可以直接干掉三个三星 这两个 一个两棋能干掉三个一棋吗 可以完全可以 所以说升级永远是赚的 对升级永远是赚的 除非在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打野的时候 但是一切的核心就是这个升级 自走棋你要享用 一切的核心就是这个升级 我就是想关键去 还了解这个升级 对 一开始你看那个棋盘 你在看直播 对吧 棋盘上面不是会给你刷五个棋子吗 这五个棋子是随机的 但是这个棋子也是分等级的 最垃圾的是白色棋子 只要一块钱就可以买 最好的是藤色棋子 要五块钱才能买一个 对 这个是随机刷吧 不一定是能拿到什么样子的 然后你接下来再看 就是他你看你的直播的画面的右上角 应该会有一个人数 就是几杠几 应该一般一般都是买的 要么四杠四五杠 对 这是代表他上11个怪 但是实际上这个棋盘 他的等级就只有7级 你能上的怪的数量 是根据你的等级来的 比如说我有7个7级的话 我只能上7个小怪或者是三个两级的加上一个小一个就四个四个怪或者是有所谓就是你就是这个棋盘上面它是不允许出现同时出现三个一级怪的 但是可以同时出现三个三级怪但是基本上没有人会这么做也合不出来 这样子 对上线是三星没有四星了 什么上线是三星 就是怪物的等级 就是你能操控的棋子 最高就是三星 没有四星棋子 什么意思 不是说有四星五星吗 那个是棋子的品级 不是棋子的等级 就是你买这个棋子要花四块钱 并不是这个棋子就是四星 哦这样子你买回来他不是直接就三级四级你还得再合成他让他成为两级三级四级 对那个那个比较急那个叫星一星两星三星星只是代表他的强力能力吗强力程度 一星三个一星合成一个两星三个两星合成一个三星 不是 那跟等级一样啊也是合成 不是不是我刚刚说错了啊 我刚刚说错了你忘掉我前面说等级 就是这个这个游戏他只有升星 就是三个一星合成一个两星三个两星合成一个三星 嗯然后呢 然后等棋子的那个等级是你要买这个棋子要花多少钱 那这个棋子 什么样的升星 来来来来我拿我拿露阿露给你举例啊 嗯 嗯 盖伦 他你就相当于一个只有Q的盖伦 是吧 他是不是比较垃圾他作为他这个技能他只有一个沉默嘛对吧 嗯 那盖伦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一级棋子 嗯 三个一星的同样的盖伦可以合成一个两星的盖伦 有意 三个同样两星的盖伦可以合成一个三星的盖伦 嗯 但是在升星的同时他的技能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你哪怕把他从一星升级成了两星 他还是只有一个Q他不会不会变成一变成二 啊 为什么 呃 你只是说他他可能就是更强力了 但是他这个技能伤害更高了 但是他只有这一个技能在在这个自走棋里面 嗯 对只有一个技能 嗯 那你想只有一个Q的盖伦 那那那那就是那就是等级越高的就是花钱越多的这个 技能就越强 呃 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是还是要看棋子的搭配 但是总体上来说是的 就是你可以的盖伦就是一星 肯定是越 但是石头人 嗯 石头人在这个游戏里面就基本上是可以 或者阿木 或者凯南 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是妥妥的五星棋子 就是 因为他技能很强力 他他实际花费是多少钱 啊 就是你说他们是妥妥的五星 他实际花费也是五星吗 啊 不是五星 就是五级 就是花五块钱才能买 这本来就是花五块钱才能买 对 但是在而且买 买回来很超值 对 买回来很超值 但是他一星的一星的棋子都蛮脆的 这个游戏基本上三星是很难很难的 就不是特不是特别容易的 那我我现在还是 两星是普遍的 呃 那你合成是怎么是 是打完了之后可以合成吗 呃 对 在美局的开始会给你30秒的准备时间 嗯 还有60秒的战斗时间 在60秒的战斗时间内 你只能在棋盘的等待区进行操作 不能在棋盘上面进行操作 等待区怎么操作 就是 就是你 你只能买棋子 除了买棋子跟刷新棋子之外 你不能干任何事情 就只能等 他们你的棋子 他们自动打 自走棋 对 对 自走棋 你所能决定的一切 在这60秒之内 你什么都干不了 你只能看着 那他们怪也是随机打的 不是的 他怪里面 你看棋盘那么大一张棋盘 对吧 他是有一个摆放的位置的 就是你可以决定怪的摆放位置 你可以把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你把近战兵放前面 把远程兵放后面 把肉顿放前面 摆放位置 就是这么说吧 就算我这个牌非常强低了 但有可能我不想摆错 或者对方摆得很好 然后正好能突到我后成兵 后远程兵 有可能他就赢了 他虽然没有强 棋子没有强 或者他有一个特别牛逼的 比如说他正好有个 他正好有个石头人 然后你把棋子全部摆在一起了 他端一个大撞过来 你棋子全部被控制了 然后他再接一个AOE 你就死光了 但是这个都是自动释放的 不是你能控制的 对都是自动释放的 他棋子打人或者挨打都会加蓝 但是如果你不集中的话 可能火力就不够集中 不够集火 可能也会有其他烈士 对你也可以集火把 比如说对面把一个石头人放在最前面 然后你集火 你正好摆在一起 然后你集火把这个石头人秒掉了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这个石头人是个两星石头人 他就非常肉 你就没有办法把他秒掉 那肯定会他先放技能 所以一般来说 那肯定就是他先放技能了 对 所以就是一个技能的优先度 比如说如果对面先放出来技能了 那就是在很后期 对面先放出技能 对面比如说先放出来一个团控 你可能这一局就凉了 那一共有几种棋呢 一共有几种棋 棋子的话大概有我想想几十个吧 几十个到几十个到一百个不等 卧槽这么多吗 太夸张了 对因为他会有很多 给你发一个这个 找一个清晰一点 OK 你看着这个就比较好理解 我这么跟你干讲 可能你不太容易懂 你在下了吗 没有 反正今天肯定下不完 不着急 很快的 二十几才 我觉得过半小时 我们打了打两把那个 吃鸡他就下完了 要不你先下起来吧 行吧 那我关键吃鸡不是影响网速啊 我这下着 现在先不急 我先跟你讲大致讲一讲 然后我们吃鸡就暂停了 我现在就现在就玩呗 现在可以玩了 我是可以玩玩吃鸡 或者玩全境啊 我想把这个跟你讲完 吼不吼 还没讲完啊 没讲完啊 早了 我早还多复杂 有这么复杂吗 其实不是不难理解 就是只是这个东西 你没有没有那个游戏打开界面 我这么跟你干讲 你可能不太容易懂 行 就像我跟你说的那个一级两级 我刚一个口误 可以设两个人玩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所以我一直想让你下嘛 你是美服还是我 你是国服 我美服 美服招号能给你年级吗 当然可以了 我是国际服啊 兄弟 啊 就国际服行 我是用steam客服单登录的 不是完美国际客服单登录的 哦 你看一下 我给你发了一张图片 我就在看着 看到了吧 这是不是很一目了然 是好多旗 12345这星 地精工程师强不强 抢 来这你看这样 五星里谁不抢 你就说 五星里基本上没有不抢的 其实都很强 啊 卧槽 那石头人是几星 我没有石头人 啊 你不是有石头人吗 石头人 我是拿路亚鲁跟你举例啊 哇操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真有石头人 我都想了半天 就是DOTA自走旗啊 又不是路亚鲁自走旗 路亚鲁自走旗 可能有石头人 你看这个 你看这样 这个这个东西啊 这个棋子图件啊 你看到这边有一排灰的吗 灰的就是一型 灰的就是一几旗 一块钱的 一级棋子 然后蓝的就是两级 浅蓝的是两级 深蓝的是三级 子的是四级 成的是五级 这么看就看懂了吧 嗯 看懂 反正有 就有那个星嘛 后边有那个数字 看数字也知道了 然后这个棋一共有两个特性 一个是等级 一个是种族 一个是职业 一个是种族 一个职业啊 然后种族职业 互相有克制功能 是吧 互相有搭配功能 没有说克制功能 啊 就比如说我两个兽人 两个 我比如说我队伍里面 有一个府王 有一个兽王 或者有一个兽王 有一个剑圣 那么我这两个 这两个棋子 就是都会各加250血 这250血是永久存在的 不是 不受任何影响 谁给谁加血 兽人 你看到了吗 有个兽人 第一个就是兽人 这个种族 兽人可以给 给所有的队友加血 不 只是兽人 单纯的兽人 这个种族 哎 你把你steam用户名 告诉我 加你 这叫Frost Frost 然后什么 但是没了 啊 就Frost 就这能加不了吧 这样加 好像得加你用户名吧 还加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加 我现在正在下载了 ok 我先开一个那个啊 其实这个游戏 真的不难理解 我一开始 一开始不是 申请一个链接 我发你一个链接 你直接就加我了 ok 发你了 这个链接你要放在哪里啊 你要放在 就是windows上面吗 打开 啊 不行 我一定要开那个 稍等啊 嗯 你先弄 我要看那个steam community 不然不开代理的话 我觉得他们还上不了 嗯 嗯 这么困吗 没有 还好 其实 今天睡的还可以了 比昨天睡的久 呃 好友 能能EV1的话 待会可以先EV1搞一下 熟悉一些 对啊 我直接教你在EV1里面快快的很 一下就懂了 我这么跟你干讲 效果不太好 哦 哇哦 黑猫请照 我头 咋啦 呃 呃 这可他妈一块钱一个 佛 你把你名字告诉我 你把你名字告诉我 我发你那件买游戏过 我那个点不开 要科学上网 你再把你名字打出来告诉我就行 我决定说就会这样 用户名还是发ID 用户名 就是你现在显示的那个名字 就这个 就是你现在显示在最上面的吗 对啊 哪个上面的我看看 我显示有几个 对啊 显示就是我这个名字 账户是汉文 然后flower 但是我的ID是这个 现在这个使用的用户名 就是这个人物的 整个名字是这个 NiGHT C6 哦 收到你了 我加了 出到了 看到 OK 差点忽略了 你有屁 才四级 对啊 你有资格和我这种大佬说话吗 啊 那对不起 我十四级了 哈哈哈哈 你干嘛了 就买游戏吗 当然买游戏啊 我这个 我之前最早的时候 因为家里不让上网 Steam当时我都不知道 我唯一了解的只有盗版光碟 你知道吧 我家网速超级慢 小时候都这样 我以前玩游戏 都是从盗版光碟买的 对我买了几十张盗版光碟 我专门买了一个那种 那种SED的那种包 专门装盗版光碟 芝麻开门 那些什么 一把刀的 然后 我买了好多 但实际上 说实话 我买好多盗版光碟 根本都装不了 成功率还挺 不是很高 有时候 买到一个能玩的 就是也谢天谢地了 可以 你下了多少了 百分之多少 下了百分之五十了 这么快 对 我加二十兆再下 一秒 这是二十MB每秒吗 对 这么快 那是两百兆了 实际上应该是一百五十兆 我买的时候 跟我说是 一百五十兆 但是美国的网速 可能稍微快一点点 美国在整体 在全世界算是慢的 但是 比中国应该强 那肯定 不是说韩国最快吗 对啊 韩国全世界最快 韩国怎么这么快呢 还有四分钟下好 但是下好之后 还有自主起那个MOD呀 MOD200兆兄弟 200兆你跟20G 那就十秒钟 你估计十秒钟就下完了 然后来你把图片打开 我再跟你讲一讲 反正四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行你继续说 你看到这上面不是有棋子的等级吗 对吧 对 他这个棋子的等级 就是你 比如说你决定了 你这把这一回合 你能刷出什么棋子 是根据你的等级走的 你等级越高 刷到好棋子的概率就越大 等级越高 什么哪个等级越高 什么等级 你的玩家的角色等级 玩家角色还有等级 玩家角色有等级 不然 那个怎么升级啊 每个回合自动会获得一点经验 然后你杀你打赢了也会给经验是吧 打赢了不会 打赢了不会 无论如何 他这个游戏获得经验 这个玩家经验只有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花钱买 一个就是自动兴棋 花钱买是游戏里面 你刚才每个月 我给你五个钱 那个钱吗 对对对 五个金币可以提升四点经验 然后呢 一级升两级是两点 而一点 两级升三级是两点 三级升四级是四点 二四六八十 嗯 那升级是不是你要判断 买妻子还是升级这样子自己全行 对 但是基本上这个游戏有一个固定的 就是如果你正常买的话 正常多少多少 因为它这个游戏所有的东西都是二的倍数 嗯 就是等级是二的倍数 然后你升一级 你花五块钱 正好可以换四四点四点经验值 就比如说你这回合你是四四点经验 你还你还差四点经验 你就可以点一下那个研读棋谱 花五块钱 你就可以升到下一级了 嗯 然后你在一级的时候 你只能刷出一级的怪 两级就可以刷出两级的怪 等级越高 你刷出好东西的概率就会越大 同时降低你刷出低等级的 低等级棋子的概率 那就是还是升级还挺有必要的 比如说你十级 你刷到这个成卡的概率就是5% 你刷到一级的一级怪的概率就是15% 最高多少级 最高十级 最高十级刷成卡居然是5%的概率 有点低啊 对 一局有多少张卡让你同时出现 这个游戏它是所有玩家的棋子 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共卡池里面的 一级的一级一级卡大概有 我记得好像有1000多张吧 那你选的卡别人就不能选了是吗 当然不是了 我选的卡别人也可以选 只不过降低了在你这边刷出来的概率 这也是那种也是一个玩法叫卡别人的棋子 就比如说就拿最简单的最简单 比如说你现在有8个斧王 对吧 8个斧王是两个两星斧王 再加两个一星斧王 是不是 嗯 那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差一差一张你就糊了吗 嗯 然后我看到哎 你这边拿了两个两星斧王 拿你有两个两星斧王 再加两个一星斧王 你还有一张就糊了 我故意我就多拿两个斧王 来降低你刷到斧王的可疑性 也就是三级斧王很牛逼 对 所有棋子 哪怕是一级棋子 三级都挺牛逼的 嗯 但是你就要不停的刷这个棋子刷出来的升级 呃 也不是 也看情况 也分 那这个棋子如果 如果说 比如说 他输了 他也没有任何损失是吧 这个棋子还在你手里 对 输的话 唯一损失的就是你的血量 哦 其他没有任何损失 你血量到零了就结束了 OK 每局游戏只能有一个赢家 就是最后的吃鸡的吃鸡玩家 其他的所有玩家都是失败者 行 我游戏快销好了 还有十秒钟 我跟你说很快的吧 嗯 但是家里往四慢的话 就肯定在海里 这是十点三十开始的 下载了一共十一分钟 对 现在基本的 最基本的一些概念都了解了吗 一个连胜 一个连败 对吧 连胜是什么 有什么连胜可以加一金币 赢三把 第四把的话就可以加一金币 赢五把 还是第四把就可以加两金 第六把就可以加两金币 如果赢八把 接下来就可以加五金币 嗯 五金币 就是如你八连胜 你接下来的钱 正常来说就是五块钱 再加五块钱 再加胜利的一块钱 这时候你就有十一块钱 嗯 可以升级 不是的 这个游戏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东西 叫做利息 利息 对 就比如说你现在有十块钱 你不用 你把它存起来 就是你不花 到了下一个回合 它系统会给你增发一块钱的利息 它是百分之多好的利息 就是百分之一 就十块钱发一块钱 两二十块钱发两块钱 那不是十分之一吧 不是百分之一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上限是上限 这个利息的上限就是五十块钱 如果你有六十块钱 它不会给你发六块钱 只会给你发五块钱 就是 反正是最赚的时候 就是四五十左右 你就是五十 最赚就是五十 所以理论上来说 就是你一把回合 一回合下来 能拿到最多的钱 是十五块钱 再加利息的五块钱 再加连胜的五块钱 再加一块钱 就是十六块钱 然后连败它也有机制 跟连胜是一样的 它的钱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连败三把 就是它会多给你一块钱 叫连败补偿 连败也有补偿 对 如果你八连败了 那系统就会给你补发五块钱 但是因为你八连败 但是你一直在掉血 对 这也是一种打法 就是故意数 就是故意数吃连败 吃 这让自己经济搞得很好 然后锁血 就比如说我可能只有五滴血了 或者十滴血了 但是我阵容很牛逼 我就一直能赢 一直能赢 不可能再掉血了 对 就不可能再掉血 就要锁血吃鸡 那就是有风险 说不定你这个样子 还是会被打来 以前这个可以玩 但是现在就大家都会玩了 节奏就会越来越快 基本上 以前大家都可以到十人口 现在八九人口就开始搬命了 就开始搏命了 八九人口的时候 大家血量都很低了 就受不了了 我就要有 我只能把所有钱全部花光去搜棋子 这样子 嗯 因为正常来说的话 肯定就是我存钱 存到五十块钱之后 开始吃利息 我就用这个利息每回合去搜钱 保证自己经济是越来越最好的 可以可以 你下好了吗 他在更新刚刚在那个就是补丁之类的东西 啊 在安装吧 应该 对 安装 安装 留一些机制就是这样 接下来其实就是跟你讲一些 就是基础的一些兵种搭配了 安装好了 哎 对 还有一个八十九 八十九 叫的不定 啊 讲什么 他这边不是分一个 分一个种族跟一个战士吗 啊 分一个种族跟一个职业吗 对吧 我量每种不同的种族都有不同的效果 什么效果 比如说兽人 对吧 兽人就是两个兽人就会加两百五十点血 你场上同时有四个不同的兽人 他就会加四百四三百五十滴血 就是一直都是给所有人加血 不 是单 单兽人 是加你的最大生命值上限 就是 我自己的还是给兽人加 给我兽人加 兽人加 只有兽人 只有兽人 那这个加 加上限的同时 自己的血量也在提升吧 对啊 就是自己血量 血量多了 多了两百五十的血量 你可以理解为就出了一个洪水晶吗 行 我好像 哎 我好像已经把自主器放进去了 对吧 那你直接打开 因为我上次我上次上次那个什么下载过一次 那我现在已经安装好游戏了 我正在开 你正在开 我也开了 怎么怎么进入自主器来的 呃 再有个游廊你看到了吧 等会啊 还在这游戏 在logo 啊 开始斗塔 然后 油狼 然后 油网 点击血 嗯 到达自主器看到了很明显的 我现在把人的卡 点击书的卡 哦 啊 啊 没东西啊 错了吗 啊 进去 进去 自主器找到了 啊 点进去 点一下就自作器 你会进入这个页面 看到了吗 一个可以开始自作器的页面 我现在创建一个自定义房间 我把这游戏使用的地方给一遍 我把这游戏使用的地方给一遍 111 三个一 OK 不容易啊 嗯 终于让我弄下来了 是吧 哈哈哈哈 在你监督下吧 这游戏下来了 哈哈哈哈 很快啊 关键是 他如果是要80个G什么 我就不让你下 好了吧 你现在看到你的见面了吧 等我这边有个教程 你在看 哎 没了 这教程也太快了 我操 我直接跟你讲吧 嗯 你看到你 你现在操控的是一匹马 这个马就是你的本体 其他 其他一切都是 都是棋子 可以选棋子了 现在 对 呃 我跟你讲啊 前期优先选帝金 帝金 就是带有帝金这个种族 他会写在下面 啊 刺客 对 优先选帝金 就是帝金的 然后你选 按一下Q 可以把它放上去 呃Q 现在就没放 来不及了 因为已经进入战斗了 你真正的准备时间 只有25秒 最后的5秒是开始时间 你不能进行任何 大爷的 无耻 嗯 嗯 下一局 还是选帝金 还有帝金工匠和帝鸠帝金 就两个帝金 对都买都买 你钱够吗 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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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够行 你按一下Q 选下棋子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到上面去 对 你都放都放都放 怎么放 你现在只能放两个看到了吧 再放一个上去 放不了啊 不可能啊 你按一下 按一下地图 按用Q 点一下Q 再按一下地图 来不及了 我放不了啊 你大爷的 你刚刚那个不是可以放吗 不是 我刚才那个 我都不知道怎么放的 没能懂 完了 我要被打死了 无耻 这是无耻 你先按一下Q 选择你那个棋子 按Q之后说是技能不可用 啊 选这个呀 然后再按一下 还得好几个操作 不能只是一个操作 我以为你说按Q之后 它自动就上了 没有没有没有 它 它要你摆位置的呀 不然你怎么把肉盾 放在前面 把刺客放在后面 你刚才你现在是不是没买棋子啊 没买 忘了买了 打不过 要每回合都要买棋子的 你现在就 只买地金类的 OK 为什么地金牛逼呢 因为地金 它的几个核心的棋子 都是前期棋子 都是很便宜的 它有三个一星棋子 跟一个两星棋子 还有虚无宝石可以捡 刀具可以捡 这是打野掉的装备 然后接下来有恶魔精灵 和地金 当然恶魔和精灵是两星的 地金是异性的 先买地金 无论如何先把地金买下来 对 然后再买一个恶魔 再买一个恶魔 对 然后撤回来一个你的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 按W可以撤回来 W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你现在就在打我 你看到了吧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对 就进入PVP了 第四回合进入PVP 你把你的鼠标 移到你的那个gold下面 可以看到你当前下回合基础收入 跟下回合胜利奖励 看到了吗 那这个旗子我还是没了解啊 旗子到底能干啥 你把它摆回来 它就会自动挡 这个不要买 这个是垃圾 剧毒术式是垃圾 是吗 一定要买 对的 我操 我还以为是牛逼的样子 你按E 可以把这个旗子给卖掉 一次只能上三个旗子吗 可以上四个 你看上面不是有四个吗 旗子上线 好吧 感觉操作还是没太 就是感觉不适合 因为它是个bode 编辑器 剧魔 地精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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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钱把这个卖了 先把这个卖了 先把这个卖了 先把这个剧毒术式卖了 按一下E 就可以把它卖掉 你卖错了 啊 哦 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卖错了可还行 你再上两个这个 学武将 再上一个 看到了吗 哦 你自动升级啊 对 当然是自动的了 不然为什么叫自动机 还是个滥机 就是自动 就就不是不快人上去让我做升级是吧 自动就就胜利 对 这样你就自动进入胜利了 还有地精工匠 你现在钱应该买多 伐木机 伐木机要买的 伐木机属于地精 这意思就是我这就无论如何就直接一直搞这个 就一直搞地精 不是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听我说 嗯 三个地精 在你的骑骑骑子的上方应该会看到一排东西 看到了吧 骑骑上方什么意思 就是你点一下你的骑子 萌萌的信使骑手 上面不是会有很多一个绿的 三个绿色的东西 两个蓝色 哦 对对对 buff什么 对 这个红色的东西 这三个地精会触发一个叫做活体装甲的东西 对看到了 它会使一个随 你把上面点上去就是使一个随机有机护甲加10 嗯 护甲加15 生命恢复加10 对 然后这个这是每一局都随机加吗 呃 是对 四个随机加 然后你看到上面有一个恶魔 恶魔 就是你对 你只能上一个恶魔 就是该恶魔它会增加50%的纯粹伤害 就是只场上只有一个恶魔 它伤害就会更高 不错 所以就是你随体 带要买一个恶魔 但是这个恶魔没必要说是一体怎么样 这个恶魔会很有可能 你看你看你下面是不是买了一个痛苦女王 我买了一个 对 当痛苦女王跟你上面那个地狱骑士 混沌骑士同时在场的时候 就它这个加加伤害的buff就失敲了 就没有了 啊 所以最好是只有一个 对 你现在可以把它摆到前面去摆到前排最高可以摆到第四格 摆不了了 摆不了了 时间太快了 我先摆了一次 稍微摆了一下 然后我再跟你讲一下 前期比较好的两个种族 一个是兽人 就是你下面点的这个斧王 一个是地精 就是你现在选择那个地精 斧王跟地精 对 斧王 斧王是那个兽人是吧 猎人 对 斧王是兽人 兽人加战士 看到他除了种族之外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 工匠看到了吧 嗯 两个工匠就会是所有的 工匠 在上面描述 顺便回复速度加快 我说没有工匠 我这边 两个工匠 现在厂上有两个工匠 厂上吗 这是又在打野了吗 对 每个后面 到后面就是每个冯武的倍数 第五回合 第十回 第十回合 十十五二十二十五 是打野回合 这样你就被野怪打死了 也不会掉装备 也不会加钱 野怪现在这么能打呀 不难打 因为你没上过来 我上呀 就是没上满而已 对啊 没上满当然打不过了 没上满就不让打 就不让打 就不让打啊 对 没上满就不让打 这游戏就是这样 这游戏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上满怪 怎么要求好高哦 啊 上满怪要求也高吗 啊 嗯 嗯 嗯 啊 嗯 嗯 第十回合 到底十几回合 是打野 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 冯武的倍数 现在又不是打野了 对 冯武倍数才是打野 我的任务完成了 对 努钱怎么升级来了 我来睡一会儿吧 可成光而来 而且棋子满了之后你要卖棋子 N1卖棋子 啊 N1卖棋子 N1卖棋子 N1就可以把棋子给卖掉 你这个光法买的没有用 你现在用不到 因为他不是属于一个很强力的棋子 是这个这个光之守卫 怎么升级呢 你看一下下面 QWE-R QWE-DF F就是升级 看到了吧 没必要 没必要把棋子全部花光 你这样不就没有存款了吗 没事 我不怕 你不就没有利息了吗 啊 也对 我发财了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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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升级 那就是逢四的倍数进行升级 比如说你现在正好四经验 对吧 嗯 然后你点一下棋子 再加四经验 就到了八经验 招募棋子 招募一个随机的新棋子 招募棋子就是把现在这五个棋子洗掉 换一批 就是招募棋子 一般来说前期不要点 除非你玩的是 就是玩的就是 我前期我要速三星 这种可以可以点 哇 还有文法好恐怖 打不过了 诶 突然打过了 对 你现在只上了六个棺 你可以上七个棺 一定要上满 无论出任何情况都一定要上满 然后再接下来 基本的操作你都懂了 连胜连外机制你也懂了 因为你刚赢了 你可以看一下你现在 用一让去 你可以看到你现在有多少钱 9 你现在只有9块钱吗 对吧 如果你这把赢了 你就会立刻获得1块钱 这个1块钱是寄入你本金的 懂吧 就是下一回你会享受到1块钱的利息 你看到吧 你现在是不是变成10块钱了 是的 所以你下一回就会多 然后就一直打到对方没写为止 对 一直打到对方没写为止 一直打到对方没写为止 剩下的就是一些基本的棋子搭配嘛 你感觉还是得回头自己看一个基础教程 对 光这么玩还是 就感觉 啥意思呀 啊哈 看不懂是吧 就感觉感觉不懂 不是 大概能懂 但是感觉不到乐趣 可能还是得重新学一下 因为你没有享受过PVP啊 就是跟其他玩家打 就是那种你 哎那8个人的话 不是6个人的话 就是6个人一起打吗 对啊 8个人 你看这一共有8张棋盘吗 中间张棋盘不是的 但是 我们 我们是在同一张棋盘上打吗 8个人 是啊 你 你真正整个游戏 只在你这一块小棋盘上面 你把鼠标往旁边移啊 你就会看到我的棋盘 我知道我看到了 然后 那那 我们是各打各的吗 各打各的呀 我操各打各的可还行 那不然呢 那PVP有啥意思呀 各打各的 我把 我打你就相当于我把你入了呀 我就打过了你呀 这么说你懂吗 不懂 他上的怪 哦PVP 哦等一下 哦不是我是说 你PVP不是会出现咱们俩互相的棋子吗 对啊 那他出现的时候就是EV1吗 还是说可以死 就是八为八个人一起互相互乱战 没有啊EV1啊 就EV1啊 那他怎么分配EV1呢 随机的 随机啊 完全随机啊 这样就是 行吧 这样就是我赢了 因为 这个游戏里面就是你冰种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先去打点吃鸡吧 行 打点吃鸡 刺激刺激 回头自己研究也就行了今天 怎么退出 好 我去上吃鸡 哦 吃鸡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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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是中国玩家做的呀 然后在美国也挺火的 现在 直播很多 韩国也很多 因为简单啊 不是很难 也没有吧 我觉得简单肯定还是鸡石最简单 是吧 我觉得鸡石比这个简单 但是鸡石好 其实没这个好玩 我其实鸡石如果你玩的深的话 就是一些就是因为你接触过了 如果你玩就是鸡石你现在 鸡石卡牌肯定比这个棋子多吧 对吧 这你不否认吧 你如果把所有棋子全部了解了 就是这个游戏 其实泛滥覆起也就那么几种套路 因为你不了解 好的 我上了 我要更新 我去拿瓶水哦 嗯 嗯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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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